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情绪七情六欲 会有悲伤 会有高兴 快乐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生气 那这生气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称为撑 什么状况会让您产生五明火 生气就生气 为什么叫五明火 我们说一把火烧掉什么灵 好不容易修得的一个功德呢 但是就可能一把火 就会把我们所修得的功德焚烧殆尽 那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禅师 叫白影禅师 那各位可能有听过白影禅师的故事 他是一个很有修为的一位禅师 那在一个村庄里面 独自在修行 那村庄附近有一个做生意的 做小吃店的夫妇 他的女儿已经到了一个窦寇年华的年纪 可是这女儿未婚生子 那父母亲就追问 这个孩子的爸爸是谁 那这少女不敢讲 但是就一直是 可能住在附近的这一位白影禅师 那这对夫妻就十分的生气 就去找这个白影禅师理论 说你是一个出家人 怎么可以做出这种 伤害良家妇女的事情 白影禅师还搞不清楚状况 那就认定 你就是这一个妇女 未婚生子的生父 那白影禅师只有一句话 他说面对众人的质疑 那就是回答一句 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那就 少女就怀胎十个月 这个小婴儿就出生了 那没有人要养就把他 丢给这一位禅师 抚养长大 那您看一个出家人啊 他怎么去抚养一个小婴儿 到一个阶段 四处去要奶水 大家都知道这一个 蚕食的来历 六根不亲近的出家人 都对他怒目相似 用不好的眼色对待他 时间再过很快 两年三年的时间过了 这小婴儿慢慢的长大 少女啊 总觉得过意不去 也很失念他这一个出生的小婴儿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向他的父母亲说了实话 当年跟他未婚生子的男性 不是白影禅师 原来是在菜市场卖鱼的一位年轻人 糟糕了 糟糕了这下误会可大了 那怎么大家要去面对蚕食呢 尤其这一个经营生意的夫妇 也想把自己的孙子接回来 去敲门 到了今生 那白影禅师抱着小孩出来 大家头都滴滴的 深觉得这几年啊 让蚕食委屈了 对你呢这么多的误解 希望蚕食能够谅解 众人所犯下愚昧的一些举动 结果蚕食面对大家一来了 也是短短的一句话 解释事情的来历 原来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修养的人 他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该有的一个态度 不曾改变 那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 什么状况会让你 最容易产生无明火 你被误解的时候 会不会生气 会生气 睡觉睡得正好的时候 被吵起来 没睡饱 会不会生气 会生气 有时候我们要想 为什么会生气 有时候就是因为 不够有智慧 智慧也不够深 那就会容易有这种 称心出现 一把火会把功德磷烧掉 要特别的小心 那我们开始来诵经 中心停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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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会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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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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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雅行 家事雅行 rain 家事雅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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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吉新证 母忌信仲 母忌信仲 不扣施宜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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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行我们来复习一遍 众心听令 国会本部 变化发生 变化发生 以印刀施宫殿 不扣施宜宫殿 不扣施宜宫殿 这段的解释是说 天上的众神明听令 这些神明要各施其职 回到自己所属的岗位上 变化发生 以印天下众生的需求 那请各位众善信 应当向众神明虔诚的礼拜 凡神明的法力无边 凡人是无法可想象的 神秘奥妙的功德 这叫不可施宜功德 所以观圣帝君 吩咐这些掌管天下变化的神明 要各施其职 要尽到自己的本分 那天下苍生 要对世间所有的一些状况 也要抱持尊敬 虔诚的心 对这些神明有一个敬拜 那这神明的功德业力 是非常的神奇奥妙 无法想象的 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叫 不可施宜功德 我相信各位 对这句话一定也常听过 不可施宜 佛经里面也常说过 不可施宜功德 这句话 那什么叫不可施宜功德 也就是说 不能够用第六四 第六四 心 我们说人有六四 哪六四 眼耳鼻舌身 意 意就是指心 对不对 前面五四就是 眼耳鼻舌身 那第六四是指心 你不能够用第六四 心 这个意识 去想 去分辨 去判断 这叫不可施 那不可义呢 不能够用口去议论 这叫不可义 有听过无漏功德吗 那无漏功德是什么 漏指的是这种烦恼的意名 烦恼会让人落入生死 也称为一种肉业 所以隐身为说人 在生死人回当中啊 有善业恶业 这个都称为肉业 那 例如说布施 布施 有一种是叫 着相布施 着相布施 我相信 大家都看过 我今天 布施了 然后我会得到什么 这个就叫做 着相布施 那这种功德叫做 有肉的功德 那真正 功德无量的是什么 无相布施 也称为 无肉功德 没有任何的执着 也这种布施 是无我布施 有一个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常常会用 大跟小 多跟少 去判断一些事情的好坏 很像布施 越多 越多钱 你的功德越大 你布施的钱 就一点点 那就 就这样子而已吧 那我们就这种 这种判别呢 是不是又用我们的 第六四去判断 第六四心 去判断 去思维 曾经有一个姑娘 年纪轻轻的 家里 家境并不好 但是他非常的虔诚 有一个机会他去礼拜神佛 去到一个庙里去参拜 身上没有多少钱 就仅剩的三文钱 就捐给这个庙 捐给这个庙 他说添个香油钱吧 做个布施好了 身上仅有的三文钱 就布施出去 那钱丢下去之后 这间庙 最大的住持 就出来了 这位姑娘 你功德无边 你捐了这个钱出来给我们 我们所有的出家人 都非常的感谢 特地为你 送金祈福 消灾解恶 那个少女 那个姑娘 心想 我才捐三文钱 那过没多久 那这个姑娘 就回到她自己的生活当中 就她越来运途 越来越好 有个机会 就进到皇宫里面 当一个 皇后嫔妃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已经是大富大贵的一个阶段 那她心想 她想要再回到 她当时去过的那间庙 那回到那间庙的时候 那个排场之大 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那来到这个庙参拜之后 皇后嫔妃 那一出手 这多少钱啊 金银财宝 捐给这个庙 让她来建设 也就是一个故事 结果 她出手这么大方啊 这次换谁出来 扫地的小和尚 出来接待她 结果这一个皇后嫔妃 她就很纳闷 就问这一个接待的小师傅 请问你们住持在哪 我想跟她说个话 我们住持不在 出游去 那有没有代理人 都没有都不在 那这个嫔妃就 这个皇后就说 我当年啊 才捐三文钱 你们住持就出门迎接我了 可是这一次我来 我捐了这么多 为什么 你们不是那么的重视 这皇后讲完这句话之后 结果 住持就从后面出来了 她跟这一个 娘娘回答 她说当时你来 你的来的时候啊 虽然身无分文 仅剩了三文钱 你捐给妙 你当时的念头 是非常地纯净 无所求 我们觉得 你那时的一个念头的功德 是非常地大 我们不办场法会 来为你祈福 说不过去 今天你富贵荣华 想尽所有的一些 荣华富贵了 但是你此次前来 是有另外他图 有另外的目的 不像当年那么的单纯 虽然你捐给妙很多钱 但这个捐的钱啊 功德多不多 其实一点都没有 所以那一个皇后 听了之后 才深深地了解 这无相功德 无相布施 她真正的意思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可思议功德 也可以称为是一种 无肉功德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 也没有办法用大小多少 去衡量的一种功德之理 那我们开始来 送念下一段的经文 都求翁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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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表归天君 轻风汗血汗修顶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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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线 在地线 地金元日在天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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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经严立在天雄 心在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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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这一段来复习一遍 都求翁天君 都求翁天君 清风寒雪寒笑顶雄 清风寒雪寒笑顶雄 关心台地铁铃 关心台地铁铃 台地瓦 台地瓦 地经严日在天雄 地经严日在天雄 心在人中 心在人中 这一段经文最后两句话太重要了 日在天上心在人中 这句话可以说是整部明圣经的一个重点 中心 那为什么说它重要 因为这是关心帝君曾经提及提过的一句话 在明圣经在部经书里面我们再看经书第九十一页 各位可以翻开九十一页看 最后一行 又出现这一句话 而且是在明圣经最尾声的部分 有没有 九十一页最后一行说什么 心在人中日在天上 又强调一遍 只是在顺序上不太一样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两句话各位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时时刻刻要去想 要去思考 为什么关心帝君要讲 日在天上心在人中 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另外一位神明 是斗口王天君 斗口 这是南斗之首 那王天君也是我们五身恩主 恩主公其中一位 那王恩主啊 也是我们道教的护法神之首 道教有三十六位护法神 王天君是第一位 他是护持道场的一位重要的神明 那王恩主霍落灵官 恭敬的接受 清奉官圣帝君的命令 接受官圣帝君的命令 要做什么事 要传达明圣经的旨意 要传达这样的意思 那官圣帝君曾说过 人的心在身体里面 就如同太阳在天上一般 日在天上心在人中 字面上的解释是这样子 没有错 人的心在身中 就如同太阳在天上一般 为什么要比喻人的心像太阳 那如果我们各位想到太阳 会有什么样的联想 太阳代表是一种热能 一种光明 我们的心也要充满着热能 也要像太阳一般 光芒万千 形式光明磊落 第二点 我们的心要像太阳一样 太阳 普照大地 没有分别 这讲究的是一种 平等公平 太阳呢 往往它让我们联想到是一种 正面正向 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心向太阳 总是生活都会乐观进取 积极奋斗 那人的心如同像太阳一样的话 光明磊落 有任何的过错 不需掩盖 受众人的指点 有过必改 这是一点 所以日在天上 心在人中 行天宫有四大正性的理念 这句话 我相信大家也都一定有听过 有的人说行天宫是属于 什么宗教 道教 还是佛教 还是儒教 还是都有 都有 我想行天宫它是属于一个 儒四道 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 所以我们各位如果有去过 行天宫北投分工 我们在北投分工的玉皇殿 左次间 有供奉 至圣先知 孔子 太上老君 道教教主 太上老君 以及释迦摩尼佛 佛教教主 这三位神明的宝像 所以在清朝有一位学者叫傅金全 他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他说 如约 纯心养性 道约 修心练性 事约 事就是佛 叫明心见性 教衰分三 礼无二字 目标都是一样的 所以行天宫他传承了三教圣贤先佛的义理 融合儒家的伦理 道德思想 结合道教科疑以及佛教的慈悲 来推动恩主公的正性 所以我们的四大正性理念 是广推道德教化 我们有很多宣讲社教课程 读经超经的课程 第二点 行天宫偏向功利取向 没有做任何商业行为 不迷信人间偶像 这四点 是行天宫四大一个正性理念 那我们以恩主公为师 以玄公师父 他的建设理念 正性理念 为我们的一个精神准则 这是跟各位分享的 日在天上 心在人中 这句格言 希望说各位学到之后 时时刻刻要把它记起来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 心吃万书之君本 心吃万书之君本 如搁毡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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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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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重心胸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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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目大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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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数几分分 如家五熊 如家五熊 度谢三宝 该重心胸生来 该重心胸生来 仁 没带无中行 仁 没带无中行 仁 没带无两戒 仁 没带无两戒 仁 贼 五熊之手 仁 贼 五熊之手 这一段里面提到了五常跟三宝 经书说 心是一切万物的根本 不管是如家的五常 或者是道教佛教的三宝 他都是由心而生 所以这里提到了儒家五常 五常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是哪五种德性 仁 义 礼 智 性 这称为五种人伦道德 那他是由孟子的四端 四端是哪四端 仁 义 礼 智 孟子当时他提出来的 侧隐之心 仁之端 修恶之心 义之端 持让之心 礼之端 是非之心 智之端 这称为四端 那到了汉朝 非常有名的一位 汉儒叫董仲书 他有一本著作 叫春秋凡路里面 又提到这四端里面 再加了一个德性叫性 就成了儒家非常重视的五常 仁 义 礼 智 性 那这五常的对应 其实非常的广泛 包含了我们道教里面 所藏的说五行 或是说佛教里面所讲的五戒 有听过 五行是哪五行 金木水火土 那对应在我们说五戒 佛教里面有五戒 五戒是哪五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那这里他提到的就是说道士三宝 道教里面 佛教里面的三宝 我们先从道教的三宝里面提到 道教的三宝指的是道宝 金宝 跟师宝 那道金师三宝呢 也可以称为三清为道宝 三清分别就是 玉清 原始天尊 上清 林宝天尊 以及太清 道德天尊 为道宝 那经典的部分 金宝呢是以动真 动玄 动神 这三动真金为金宝 师是以十方得道慎重 为师宝 这是道教三宝的一种解释 那另外老子里面 道德经也有提到道教的一个三宝 他提到说 我们每个人有三宝 持而保之 拥有他 要特别的珍惜他 第一个叫持 第二个叫 简 第三个叫 不为天下先 也可以称为让 礼让而让 这是老子 道德经里面提到 我们每个人 这一种三宝 要特别的珍惜他 慈悲慈祥 慈爱之心 这是第一种 解简 樸实 之心 简 那第三个叫 不为天下先 很多事情要懂得让 这是老子所提到的一个三宝 那其实对三宝的一个解释也很多啦 我们刚刚提到了 道经师 三清 也是道教里面的三宝 慈俭让 也是 一个 所另外一个三宝 刚刚我们提到 行天宫的一些正性里面 不迷信 人间偶像的信仰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是依恩主公的戒法 恩主公的道德精神 为我们的标准一归 那这是指 刚刚 道士三宝 人莫大于忠孝 是指人的内涵啊 没有比敬忠孝顺 更能够展现的 那义莫大于廉洁 指的是义的内涵 没有比清廉跟节操 来得更能够显现 因此啊 仁义 是五常之首 所以仁义这两个德性 就包含了四个章节 我们之前上过经书里面提到了 忠孝连结 忠孝的内涵 充分在人的表现上 连结的内涵 表现在义的行为上 忠孝连结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 信仁参战法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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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礼意 出礼意 先忽敲心日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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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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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佑天帝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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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国无极太极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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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弦保路 researcher 君弦保路 君弦保ロ 君弦店 君弦 郭坚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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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段來練習一遍 信仁參戰 法玉獎 信仁參戰 法玉獎 出禮意 出禮意 先佛敲心 立法獎 先佛敲心 立法獎 出禮意 出禮意 子佑天地 依來 子佑天地依來 祭國無極 太極之力 祭國無極 太極之力 君然包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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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從這一段裡面可以發覺 人跟義的精神 他南瓜所有萬事萬物 從古至今長存不滅的一個道理 字面上看似很簡單 但是他能所達到的境界跟理想 遠遠超出我們所想像 所以他提到了 聖人參戰化欲 先佛超神入化 憑藉的是什麼精神 此而已 此而已 指的就是人與義的精神 那人與義的精神再去延伸 又是哪四種德性 人無台無中好 依無台無兩見 也就是忠孝連結 所以這一段裡面他提到了 聖人參戰化欲 先佛超神入化 所憑藉的 也就是仁義之心 那參戰化欲的解釋 什麼是參戰 外交部使節 底下有一個職稱 就叫參戰 當然我們這裡的參戰化欲 參戰不是指公家機關的指稱名稱 參戰這一詞 是出自於儒家經典中庸裡面的概念 指的是一種 與天地之間自然的和諧 調節的一個關鍵作用 那自從開天必地以來 這個人與義 有如無極太極化身於宇宙的道理原則一般 包含相當的廣泛 所以這裡提到說 這個無極太極之理 渾然包羅 那各位 看到這兩個名詞 無極跟太極 何者為先何者為後啊 太極比較大還是無極比較大 無極比較大 無極比較大 也不是說大 應該是說他有個先後順序喔 所以我們都說 無極生太極 太極生兩儀 兩儀是哪兩儀 陰陽兩儀喔 兩儀分四項 四項喔 四項是 不是不單止是指東西南北喔 我們剛剛說兩儀是陰陽兩儀嘛 那四項指的是太陽太陰 少陽少陰 這是四項 四項再化為八卦 這是一種宇宙形成的一個順序 所以無極生太極 這個無極太極之理 渾然包羅 古金中陰 那接下來下一段經文 主帝王信賢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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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京全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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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出食禮益 好 这一段来练习一遍 主帝王姓贤仙佛 满金千殿 姬是明吃力 行出食禮益 过去的帝王圣贤仙佛 成千成万的经书经典 讲的这么多道理 历经这么长的时间 总归一句话 还是在阐明 此道理成就此事迹而已 那此道理跟此事迹 分别指的也就是 人跟义 人跟义的精神 我们接下来看 下一段的经文 地下只未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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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之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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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静气 啊只不依 例啊就是静气 和腻距 infir stray 那些 expressions 你会拍摄 你好之静气 是看不mez 啊只能卻 好自盡棋 好離民尚養 好祖倫昌 好 關聖帝君原本是天上子威元宗的一個神明 那下凡轉世為關聖帝君 那關聖帝君在五行裡面 有很多的特徵 是跟火有關的 我們在明聖經裡面有提到 地內之味共利諸醫神 這也是在明聖經 關聖帝君的原神是子威宮裡面的諸醫神 在過去的五色裡面是屬什麼顏色 所以我們知道珠沙都是指紅色 所以關聖帝君面帶早紅色 他的臉是早紅色的 那關聖帝君在五行裡面屬火 那各位知道火在五方五個方位裡面是屬哪一方 南方 南方 南方總是特別的熱 那關聖帝君 他的聖號裡面 我們也可以發覺 他是南天文恆聖帝 南有沒有 所以在五行裡面 關聖帝君 他是屬於跟火有非常大的關聯 各位有沒有發覺 行天宮 他的建築物是以什麼色調為主 紅色為主 那在火的裡面 火的一個象徵 他象徵是一種正氣凜然 象徵是一種正氣凜然 那在八卦裡面 火是屬於離卦 離卦 剛剛提到五極生太極 太極生兩儀兩儀 分四項 四項再分八卦 那這八卦裡面分別就是 天、地、山、澤、風、雷、跟水、火 這八卦 那水跟火是相對的 天跟地也是相對的 山、澤、風、雷都是互相對應的 那火的卦象叫離卦 水的卦象叫砍 砍卦 所以火離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離字代表是一個離卦的意思 在離卦裡面 它所象徵的是一種光明的意思 大家知道 千年暗事 一燈即明 需要一個光明 需要人點火 那它象徵是一種光明的離卦 雇主文昌 火跟離卦 那跟文昌又有什麼關係啊 大家知道官聖帝君 也可以稱為文昌帝君 也有掌管科舉考試的事情 所以也稱為文衡聖帝 那為什麼跟火有關 為什麼跟離卦有關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有沒有聽過一句成語叫 影書煙說 這個是念影 影是一個地方的名字 影書煙說 這個成語蠻有意思的 他說 在影這個地方有一個人 他想要寫一封書信 寫一封信 要寫給這個燕國的宰相 是在晚上的時候寫 那再寫到一半 因為光線不夠 比較昏暗 所以叫人家拿蠟燭 舉足拿蠟燭過來 然後呢 寫著寫著 不小心把那個舉足 寫到那一封信裡面 結果 這兩個字啊 是跟 信的內容是完全不相關的 只是他叫人家拿蠟燭 不小心把拿蠟燭 寫在信裡面 然後他也沒注意 結果呢 這一封信 就交給了這個 燕國的宰相 那燕國的宰相啊 看了他寫的這封信 寫得非常的好 但是就這兩個字搞不清楚 信怎麼寫到一半有寫 拿蠟燭 拿蠟燭是白話啦 正常要寫舉足啦 他想半天推敲這兩個字的意思 呃 舉足 他代表是一種 光明的意思 那光明的意思是要希望 我們國家光明 希望我們國家光明的 不二法門就是選賢任用 舉進好的人才 那 燕國的宰相就告訴軍上 那軍上非常的高興 就採用了 這個 這個人的建議 選賢與能 任用人才 這個國家啊 就大致 長治久安 非常的心長盛 就這件事情傳到引人 當初寫信這個人的身上 他又回信給他 他說多謝你啊 建議我們啊 推薦人才 大舉任用 當初這兩個 舉足這兩個字 對我們這個國家 受益良多 結果這個引人 想了半天 我什麼時候寫的過這個 舉足這兩個字 所以 火啊 他代表是一種光明 但影書燕說的意思 可能跟我們剛剛講的是不太一樣 他指的是一種 有時候很多人會去穿鑿附會 那過去他對於一個 火光明的意思 就是有一種 象徵 要選賢與能 要引進更多的人才 象徵在國家前途能夠更光明 好 這是 影書燕說的一個由來 那 我想各位 火 雇主文昌 那大家就比較能夠理解 我們常常 很多人 為了家裡的學生 孩子 考試前 都會去廟裡點什麼燈 文昌燈 文昌燈 還是光明燈 無非也是希望說 他考試能夠順利 金榜提名 好 那這個跟火 有這相關的關聯 但行天公他沒有 行天公沒有點光明燈 也沒有這個文昌燈 但我們也有一些相關的 季節的一些科影的服務 好 這是剛剛跟大家介紹的 火梨名相 雇主文昌這一段 好 那接下來 送念下一段的經文 哦 佐藝 好 好 有 烈 信 好 有 烈 信 好 有 烈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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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祖母曲 孤祖母曲 文租人 文租人 人秀中好 人秀中好 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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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修良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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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經文來練習一遍 好有烈信仰 孤祖母曲 文租人 人秀中好 不注意 依修良劫 這段經文他又另外的闡述火的一個性質 剛烈無比 烈信也 所以關聖帝君也掌管了舞曲之事 舞曲的一些事情 火包容了這個文跟武 文昌舞曲 那文的內涵 三是人 人要傳達的是以忠孝為重點 五 主要的內涵是意 意要傳達的是以連結為核心 所以 火的部分我們可以剛剛從經文裡面可以知道 主文昌 又主舞曲 那在補曲的部分 我們什麼可以去來證明呢 各位有沒有 聽過一本書叫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 那孫子兵法裡面 有一段話 裡面就提到跟與火有關 他說一個部隊啊 要行動的時候要 急如風 徐如靈 侵略如火 不動如山 這是孫子兵法裡面 軍事篇第七裡面提到 孫子兵法是中西各國一些將領 軍事學家必讀的一部經典 在兩千多年前啊 我們中國就有這麼有名的一個軍事家 著作的這一本書 《流傳千古》 他說一個軍旅行動要快 快速要像風一樣 這麼的快 迅速而毫無痕跡 禁止的時候啊 禁止的時候叫徐如靈 這個徐啊 雙人徐 是指禁止的 禁止不動的時候呢 要樹木嚴枕 像樹林一般 這樣整整集集 徐如靈 那攻擊的時候呢 要如烈火寸草不留 燎原烈火寸草不留 這種侵略如火 那防守的時候呢 要像什麼一般 不動如山 防守的時候要如山月一樣 不可動搖 不受威區利誘 侵略如火 這樣就跟我們剛剛說的 火又烈性 顧主舞曲 這文武之間的一個意涵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看下一段經文 哈 以喜古天哈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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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愈慈慎妮 喊威ush 他們已清然 見鬼 武器 吃 油 丢 母 鸭 吃 油 丢 母 鸭 幽 丢 母 鸭 幽 丢 母 鸭 孤 丢 母 鸭 转 母 鸡 丢 母 鸆 转 母 鸡 丢 转 母 鸡 丢 这一段我们来练习一遍 已是孤天哈万世 改为信天先佛 持幽中无恙 有用无因 在明圣经这一段说 举天之下历代以来 所有的世人都能跟圣贤先佛一样吗 持有咒无业 有扬无因绝无知理也 过去的一些传统社会里面 比较不知道这天地的一个运作 在500多年前可能都还认为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对不对 所有的星星都是围着地球在转 结果我们才发现这是错误的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发觉到 永远都是白天的 有啊在哪里 南北极啊 南北极它有多少的时间叫永咒 还有叫永夜有没有 没有太阳的 也没有月亮 但是那个都是极端 在分别地球的极端 这是在近代来我们发觉 在南北极有这种永咒跟永夜的现象出现 有阳无阴 只有阳没有阴 可不可能 不可能 这天底下 有没有可能全部都是男生 没有女生 不可能 我们说男女 比喻成天地 更比喻成阴阳 这样一个区隔 这种有阴有阳的一个涵盖 绝对像经书里面提到说 这世间天下万事都是圣贤先佛 这不太可能 因为也有些人啊 对于仁义的道理啊 没有办法去遵守 没有办法去奉行 这是明圣经要去存在的道理 要去推动 要去推行 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人物 大家有没有听过 二次大战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科学家 叫爱因斯坦 那我为什么会提 爱因斯坦的一些关联 我们刚刚在经书里面提到 此有座无业 有阳无阴 绝无知理也 爱因斯坦小时候 他就充满表现出他的聪明 以及他的智慧 他有一个很奋事技术的一个老师 在课堂上上课 这上课的课程当中里面 他提到了上帝创造万物 那这个老师啊 他就把上帝啊 他说上帝创造万物啊 他可以证明上帝是邪恶的 因为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 同时他也创造邪恶 所以由此可证 上帝啊 肯定是邪恶的一面 这是老师在课堂上 这样子在阐述 这个理论 结果年轻小时候的爱因斯坦 他就举手问老师 他说老师请问寒冷存在吗 天气寒冷的寒冷 老师寒冷存在吗 那老师就说 当然存在啊 你冬天的时候 为什么穿的那么多 这就是代表天气很寒冷啊 结果爱因斯坦就回答 他说实际上寒冷并不存在 根据物理的定律 寒冷本身的一些原因是 缺少热量 你才会产生寒冷 寒冷这个名词 实际上是不存在 接下来 爱因斯坦又反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老师 黑暗存在吗 老师 他回答又说 当然黑暗存在啊 那爱因斯坦又解释 错 黑暗其实并不存在 根据研究 黑暗本身 他的本质是缺少阳光 他所出现的就是一种黑暗 所以最后爱因斯坦 反驳他的老师 老师你刚刚讲 上帝是邪恶的 邪恶本身并不存在 他就像寒冷跟黑暗 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 邪恶他只是一种状态 重点这一句话 只是当人们的心中缺少了爱 邪恶就会趁虚而入 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他老师本来要很批评 批判的那个上帝的邪恶那一面 结果反备爱因斯坦 针对寒冷跟黑暗的这样一个论点 来提出 上帝并不是邪恶 这世间的邪恶是 人跟人之间缺少了互相的关爱 那也呼应了 我们刚刚在经书里面提到 明圣经要来 颁布要来传行 无非也是要让我们 每个人心里面 拥有这样的一种关爱跟仁义精神 也期待各位能够走向圣贤先佛这一路 正所谓地狱未空 事不成佛 地狱要空确实很难 但要有有心人去推动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明圣经读经班 就上课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信中的参与 祝福大家平安 注意请起立 请向文主公保障 敬礼一个公 请向健康师傅 保障敬礼一个公 请向文主公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